七王得知消息 就惶恐地从明翠宫里过来 到了御书房 看到慕容霄 就气得脸色铁青 恨不得当场过去掐死他 父皇 儿臣 你好大的胆子 还喊什么父皇 怎么用你这样的儿子 轻衣啊 皇上这么着急着齐二 可能是出什么事了 如果皇上是因为那一百万两的赔价 迁怒王爷 到时候 你知道怎么说吗 我非多虑了 这一百万两 原本就是云家给王爷的补偿 并不是给我 他心里很清楚 他现在就是云家的妻子 身为丫头身份低微 他只恨没有出生个好人家 没有父母任人宰割 想起昨晚上的洞房花灼 男人的欺压和云夫人的狠心 云响长的自私 云青衣心里就莫名多利骨恨意 律书房那边什么情况 贤妃根本不知道 心里依旧惶惶不安 只是等了半天 等来的却是齐王挨板子的消息 不仅如此 齐王为了孝顺父皇 自愿捐赠一百万两 给朝廷修护 皇城护城何用 什么 怎么会变成这样 秦王府 老二可真有种 居然连父皇都敢骗 只打他一顿板子 真是便宜他了 还有老七 我就说他最狡猾 隐藏得极深 之前老二派人刺杀他 他并没有理会 原来不是怕老二 而是没把老二放在眼里 他不想出手则已 一出手就让齐王脱丧皮 以后给本王多注意一点猎王 猎王爷的确不简单 仅仅三年就能从一个落魄王爷 做到如今家喻户晓的战神 实力不容小觑啊 属下认为 我们还是不宜得罪猎王 可是他不会为本王所用 把伴讨好他有什么用 还是王爷有先见之明 云家这块肥肉 最开始就是皇上先看上的 而齐王却敢跟皇上抢这块肥肉 就是老虎嘴里抢肉 那他注定就是失败者 一百万两 刚吃下去就又吐了出来 这回老二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 原本他要是不正云家这块肥肉 娶了他成家表妹 也不至于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这次的事后 父皇肯定不会考虑 策略汤为太子了 王爷说得对 王爷选择王家 拉拢太后是明智的选择 接下来王爷也应该着手 准备娶王家大小姐 可是太后这边态度坚决 非要我想办法治好王民 不然就不答应这门亲事 先生可有什么好良策 对我来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